当时呢我有点说错了 我没有好好看那个故事 说错了 今天要该法医下 说错了 所以就说成是说 这个父亲认为不要杀手 但是其实 他就是坚持要杀手 所以我呢就把 就是说法了 罪过很大 这个所以呢我们就是 今天呢故事的这个细节呢 就有一点很有趣啊 所以呢就是刚好这里 可以在这里就是顺便补充一下 这个坚持杀手的国王呢 名字叫做 叫做婆娑 他因为厌礼世俗 就出家成为了婆罗门的先人 有一天呢 几位婆罗门的出家先人 跟一些在家的婆罗门 吵了起来 在家的婆罗门认为呢 依照 经书 依照经书 祭祀天神的时候 应该要杀生吃肉 但是呢出家的先人们 却认为呢 祭祀的时候不应该杀生吃肉 所以就大家就正来正去的时候 出家的婆罗门说啊 现在有一个大王出家做了先人 你们应该会相信他所说的话 因为就是我们说也没用啊 你们都不相信 那就请那个当过国王的那个出家人 他来就是说话 你们应该会相信吧 在家婆罗门说啊 相信 而出家婆罗门呢 就说好 那就我们明天就 让这位出家的大王来做 评判 所以我们明天一起去问问他 没想到呢 当天晚上呢 这个在家的婆罗门啊 他们就是偷偷地去 先跑去见那位出家的 这个大王 也就是婆嫂 然后他呢就是 并且说了很多事情 同时就告诉那位婆嫂 说 明天侦查的时候呢 一定要帮我们 然后第二天的早上的时候 就大家到了婆嫂跟前的时候呢 这个出家先人们呢 先发问说 这个祭祀天神的时候 该不该 就是应不应该就是杀生吃肉的 婆嫂这个回答的时候 就他说 根据婆罗门的法 祭祀的时候 是应该要杀生吃肉 出家先人们听到啊 这样的说法 觉得很惊讶 所以就继续问到他 说先不要管这个 律法是怎么说的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然后这个婆嫂说 我的想法是 为了祭祀天神 当然要杀生吃肉啊 这个被杀的这个动物呢 因为祭祀而死的 所以呢 他会就是 死后一定会投生到天堂 所以那些出家先人 就听完这之后呢 就气得不得了 然后就大骂说 你错了 你这个骗子 那甚至呢 还对他 吐口水说 罪人啊 你去死吧 就滚出去 去死 没想到这一骂完呢 这个婆娑先人 就从他的脚踝以下 就陷到了地底下 当时呢 就出家先人啊 继续追问 追问说 婆娑啊 你给我说实话 再胡说下去的话 你的这个整个身体 都会掉到地底下去的 婆娑就 还是坚持地说 为了 他说这个 为了祭祀天神 宰杀牛羊等等 动物的话呢 就是 并且吃他们的肉 当然是无罪的 他是这样 这样一说完呢 他的膝盖一下 又 陷进去了 所以就这样子 一路问答到最后呢 这婆娑先人 既然就整个身体 都陷入到地底下 只剩下一颗头 露在地上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那位出家先人呢 就劝他说 劝他说 你看吧 你就是因为骗人 说大话 所以就得到了 这样的一个现实报 所以你赶紧说真话吧 说实话 虽然呢 你就是只剩下一颗头 露在地上 但是 只要你说 只要你说实话 我们有办法救你出来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婆娑先人 在心里心想 他说 我可是有身份 地位的人 他已经做过这个 国王 所以就 怎么可以 出而返而 说话不算话呢 就 好像就 没面子啊 而且呢 在婆罗门教的 这个 四部 废陀 当中呢 就是 都一再地赞叹 就是祭祀天神的功德 所以 就算我死了 我也要就是 坚持杀生祭祀 是无罪的 所以最后 他就用 就是 用最后 就是 尽最后一口气的 说 就 祭祀天神 而杀生吃肉 是无罪的 绝对是无罪的 这样子 而最后呢 这个出家先人们呢 就 非常的失望啊 说 你真是一个 无药可救的人啊 我们 不想再看到你了 这一说完 这婆罗闲人 就整个身体 都陷到地底下 不见了 但是无论如何呢 就 从那时候开始 一直到 这个龙树菩萨的时代 人们都会 就是 依循着 这个婆罗的主张啊 为了 祭祀天人 宰杀动物 然而 就是 然后就是 然而在 人民 那些人们在 人们在 这个宰杀的时候呢 都会 对着那些 被杀的动物说 就对着那边说 说 是菩萨要杀你的 可不是我呀 有这样的一种习俗 菩萨要杀你 不是我要杀你 所以就 就 就不要怪我 这样子 然后至于后面的那些 就发生的这些故事 就是菩萨的儿子啊 广车国王 就后面就 搬迁到 这个搬迁的事情就 已经昨天的课程当中 已经讲过了 所以就不用再讲啊 重复 不用再重复了 那意思就是说 那个孩子呢 他觉得这个地方 是他父亲就曾经 就陷进去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不应该 再留在这边 觉得很有罪恶感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接着要讲的 讲解是第四个 音乐 而第五个问 这两个部分 所以讲解内容的时候 耳食 这个内容是这样 耳食 世尊等入 圣身明了 三某地法 地 法之一门 赋予 耳食 观自在菩萨 某和萨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观察 召见 无愿提醒 细阶是空 这就是属于这个 因缘的部分 再来就是 问的部分呢 是实 巨寿舍利子 成佛威力 百圣者 观自在菩萨 某和萨 约 这是问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先讲这个音缘的部分 当然的音缘是 是第四个 是我们的这个内容的第四个部分 这个呢就是 这个说在说明啊 形成这部经典的直接因素 这部分的经文呢 是从耳食 世尊等入 甚深明了 一直到呢 这个观 照 观察 照见 无愿提醒 细阶 时空 之间的这个经文 那音缘呢 又可以称为 别序 这边的音缘 又可以称为 别序 这是每一部经典呢 它自己 特别独有的部分 和其他任何经典 都有所不同 而在昨天的课程当中 提到的 第一个部分的序呢 则是叫做 通序 那是所有的经典 都相同的一个段落 所以就 这有 有这个 别序跟通序的 差别 再来就我们 每句话 讲跟 做个解释 耳食 耳食指的是 佛陀开始 进入撒摩地 准备说法的 那个当下 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佛陀是 不会主观 随便的 讲说 他自己的想法 那么为什么 现在佛陀 却又开始 却又开始 进入 就是禅定 和准备说法了呢 这是因为 当时的与会大众 他们的善根 都圆满成熟了 佛陀就观察到 这样的一个因缘 知道 这就是说法的正确时机 所以佛陀就 平等地 进入了撒摩地 然后再来是 这个 等入 甚深明了 撒摩地 接着就是说 这个 讲解 等入 甚深明了 撒摩地的 这一段经文 那首先呢 就是 圣深明了 撒摩地的 圣深 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 就是 圣意 空性 这里呢 在无垢游 阿朔里 认为呢 他有一个 就是有一部 心经的注解 他认为呢 这里 将空性 称为 圣深的理由 是因为空性呢 他超越了一切 经验和极端 同样的 这个 《小品波瑞经》当中呢 说 圣深 向着 极是空意 接着又收到呢 波瑞波罗蜜多 圣深 难见难结 必尽 礼顾 所以从这里的 就是 从这里 我们可以知道啊 圣深的意思 是说 他 超越了念头和 语言 所以不是我们所 就很难了解的啊 而在这个 世青菩萨的这个 实地 经论当中呢 透过这个 极尽圣深 极灭圣深 空圣深 而无相圣深 等等 九种理由呢 来说明 圣深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圣深的原因 他用九种 理由来说明 这圣深的 因缘 再来是明了啊 明了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他有通达 或者彰显的意思 当我们去看这个 圣深明了 这三个字的 梵文的原文当中呢 就是说 梵文的原文说 阿瓦三波丹 阿瓦三波丹 它就有一个 彰显 圣深 真理的一个意思 再来是 就三母地啊 三母地的话呢 就是 一般来说的话呢 佛陀呢 就一直 平等地 安住在三母地当中 他是不会 从法界中 不会动摇的 一直安住在 就是法界中 安住在这样的一个 就是 叫什么 空性当中 也可以说这样 所以呢 他自己呢 并不需要 要重新安住一个 什么 三母地 但是呢 在这边呢 就是 要所化中的 一个眼中来看的话呢 佛陀是进入了 一个新的三母地 他们觉得 好像佛陀进入 那些所化中 他们觉得 好像佛陀 就进入了一个 新的三母地 其实佛陀就是 一直进入三母地 三母地当中的 佛陀为什么要 就是视线 进入这样一个 三母地的呢 因为佛陀 因为佛陀 借有这样的一个 三母地 能够让当时 以观世音菩萨为主的 卷众们 理解甚深的空性 或者说 或者说 这个 藉由这样的一个 三母地呢 佛陀让 卷众们 了解到 他的心意 和他的世界 或者他的境界 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是 佛陀的心意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 佛陀的心意是 除了他自己之外呢 自己和其他的诸佛之外呢 是无法被 其他任何众生 所理解 就是 所了解 连这些 声闻 圆觉 甚至大菩萨 都无法知道 但是呢 佛陀 他拥有一个 特殊的加持力啊 能够加持 一般的众生 或者说 他的所化众啊 能够 了解 他到底在想什么 这就像是 这个 根本说一切 有部 皮纳也要事 当中提到的 那边说 尔时 世尊 其世俗心 作此心时 乃至 从以 皆 皆知 佛意 这个 佛陀有一种力量 他起 世俗心 世俗心 就是说 世俗心 很难了解 不是说 我们的世俗心 反正就 他 有一种力量 就是可以把 连那些 昆虫啊 蚂蚁啊 那些 都会了解 他会了解 他在想什么 总之呢 就这里呢 就是 深深明了 三母地 就是 这样一个 一种类型的 三母地啊 这样一种 类型的 三母地 然后呢 接着呢 我们就谈谈 这个三母地本身啊 三母地 是什么意思 它是指 内心 专注于 对境上的 一种状态啊 或者说是一种 集中精神的状态 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呢 就是三母地 有这个 令心 极尽 安住的 意思 它是透过 专注力和觉知力 帮助行者的内心 不被外境所牵引 让自己的 清晰和稳定 这两个部分呢 自心的这个 清晰和稳定 这两个部分呢 平衡地 安住在对境之上 这个三母地 很重要啊 就如这个 解身秘境中提到 三母地是 大乘和小乘 一切功德的根本 所以这个 由此可知啊 由此可见 我们就是说 它是非常重要的 世青菩萨大爷 在聚舍论当中提到 借修圣如此 灭生天解脱 感生天解脱 对不起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持戒和禅修啊 持戒能够帮助我们 升天啊 你想去天道 或者善道 的话要持戒 禅修是能够获得解脱 禅修呢 获得解脱 你想要解脱 要 要禅修 打坐 禅修 所以呢 这里面就说 就没有这个三摩地啊 连这个都没有办法处理 这个欲界 别说是解脱 就处理 就是没有办法处理欲界 所以这就很重要 再来就是 法治意门 法治意门这个 法治意门这个 意思就是拿这个法治啊 这个字在这个法的 这个字在范围里面 叫做达玛 达姆 就是应该是达玛 但是 现在我们中文里面念达姆 它本身有 本身具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啊 其中一个含义就是 维持 维持 它是指一切的事物啊 因为每一个 它指的就是维持的意思就是 它指的就是一切的事物 为什么一切的事物 就是维持呢 因为 因为每一个事物啊 它都有一种自我维持的特性 自我维持的一个特性 所以就一切的事物 被称为维持 然而呢 在这里 法治一门的这个法呢 指的就是 佛陀的正法 一般来说 这个法 这个范围的达姆 有很多种意义啊 但是这里指的就是 佛陀的正法 它具有一种 殊胜的维持能力 刚刚说维持嘛 那维持 它法又一种维持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佛陀的正法呢 它具有一种 殊胜的 特殊的一种 维持的力量 能力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依照这个 阿底下尊者 三世道的体系来说明的话呢 下世道的法呢 它能够帮助众生 维持在人天道上 是人天善道 而不落恶道 中世道的法呢 就帮助众生 维持在涅槃 而不落轮回 上世道的法呢 就帮助众生 维持在佛果 而不落轮回 与涅槃两边 所以呢 佛法具有这样一个 很特殊的维持能力 那就是维持 刚刚说 维持本来是 一般上来说维持这个字呢 它指的就是一切的事物啊 但是这里指的就是佛法 那为什么佛法可以称为维持呢 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 殊胜的维持的能力 所以就将它称为维持 接着呢 接着呢 就是义门的意思啊 接着就是义门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不同的 类型 所以呢 法治义门的意思就是 法的不同类型啊 例如这个 这个二地啊 四圣地啊 三学等等 不同类型的佛法 由于智力的法呢 就是特别指的是 正法当中的三母地啊 就刚刚说 一般法是指的是 一切事物 再来就是 指的是这个正法 再来就是其中 就特别指的就是 这个三母地 因此呢 法治义门在这里的意思 就是指这个 不同类型的三母地啊 因此就是 甚深明了三母地 法治义门的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 甚深明了三母地 是某一种类型的三母地 再来就是等入啊 等入的意思呢 前面说等入 甚深明了三母地嘛 那等入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时候呢 就佛陀平等地 安住在三母地当中 因此称为等入 那平等的意思是什么 可能大家都 有不同的就是想法吧 应该 这个平等有 很深的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 先不要说 再来就是 富于 这边的这个 富于 它的意思是说 不仅呢 只有佛陀专注在 这个深深的空性当中啊 然后呢 观自在菩萨 也进入了深深的见地 所以就是富于 的意思就是 不止佛陀 就是进入了这样一个 深深的空性当中啊 专注 在这样深深空性当中 观自在菩萨 也进入了深深的见地 然后再来是 然后再来是耳时 耳时就是说 佛陀进入 深深明了三母地的 下一刹那 紧接着就是 观自在菩萨 安住在深深空性的开始 所以叫做耳时 接下来是 观自在菩萨 这很熟悉啊 我们呢 对我们 一个熟悉的一个名称 就是啊 观自在菩 观自在 观自在这个呢 就是 观自在是 意思就是说 这个经典里面 所称的这个观自在菩萨 跟一些经典里面 所说的这个观音菩萨 指的就是 同一尊菩萨 观自应这个名字呢 从他的救护苦难啊 利益他人的角度来 取的名字 然后在这个观自在 这个名字呢 就是这个法号 或者称呼呢 则是就是 从这位菩萨 证悟人无我 和法无我 能够不刻意 自然自在 观察空性的角度 也就是自立的角度 来取的名字 观自在是 从利他的角度 来取的名字 观自在是 从自立的角度 自身的功德的角度 而取的名字 这个观自在菩萨的 其实呢 就是一位仍然在修行 下一辈子就会成佛的 一个菩萨 但是呢 某些经典中认为呢 观自在菩萨呢 过去早已成佛了 佛号叫做什么呢 叫做 正法名如来 他已经成佛了 根据原策大师 原策大师的这个说法呢 已经成佛的这个 观自在菩萨 跟将会成佛的 观自在菩萨 是不同尊的菩萨 只是就是名字一样 是不一样的人 只是名字一样 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是一个唐朝的 就是玄奘大师的一个弟子 其实就是他是一个 韩国人 안녕하세요 这样子 应该那是那时候 应该不会说这样 然后呢 有些其他的这个 论述当中呢 提到什么呢 已经成佛的观自在菩萨呢 是真实的观自在菩萨 而那位将要成佛的菩萨呢 其实就是他的化身 不如真正的是已经成佛了 但这个就是 化身就是 就是展示为菩萨的 这位就观音菩萨呢 只是就是他的化身 不是真正的观音菩萨 有点像是骗人的 真正躲在后面 拍了一个假的 也不能这样说吧 应该是 好 一切都是假象 也可以说这样 这样的说法呢 这个法华经啊 等等经论中的一个记载 就差不多 这样也 再来就是菩萨摩和萨 菩萨摩和萨的这个菩萨的意思呢 这个有两个字啊 菩萨跟摩和萨 这个菩萨的意思呢 就昨天已经讲解过了 就不用再说了 摩和萨的意思是大菩萨的意思 他指的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 才称为大菩萨 再来是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 观察 照见 无愿 体性 细节 是空 这位这个 观自在菩萨 摩和萨呢 跟佛陀一样 他也透过了 修行 安住在这个 圣圣 波罗密多当中 那并且呢 以智慧观察 照见 或者看到什么呢 就是看到无愿的提性 无愿的提性啊 都是空性的 也就是说 在暗示啊 这也 在暗示啊 后世的修行者们 如果呢 能够照见 无愿空性的本质 就能开显出 般若的智慧 所以讲完了这个 这样就是 以上讲完了这样 因缘的这个部分啊 接下来就要讲的 就是讲解的就是 这个八个部分当中的 第五个 问 问呢就是 十 拒受 社里子 当中的这个拒受呢 这两个字呢 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是 在古代印度啊 长辈啊 对于这个晚辈 比较亲切的一个称呼了 就是有点像是 我们藏族有很多这样的称呼 就说 百岁啊 什么 千岁啊 什么这种 称呼吧 因为我们在 中国古代也说 千岁爷 什么 就百岁 也没有什么百岁爷了 但是千岁爷 万岁爷 然后就 皇上就是万岁爷 再来就是那些 哎呀 皇后啊 那些什么 王子那些 应该就是千岁爷吧 应该 一种 应该算是一种 但是这个也有点 恭敬啊 也就是 古代的话 就是一种 长辈对晚辈的 亲切的一种称呼了 这个依据这个释迦光大师的 这个三百颂 就是三百颂是 关于一个就是 绿典的一个 关于一个绿 绿典的是不是 绿典的一个经论 当中提到啊 尊称的方式的时候呢 认为啊 应该要称呼 长辈为尊者 晚辈 称呼 而且称呼晚辈为巨兽 那个晚辈 称呼长辈的时候 要应该说尊者 那我长辈称呼晚辈的时候 应该要说巨兽 但是呢 之不经文的 节级者 这个阿难尊者 年纪并没有 比舍利子还大 所以阿难 称摄利子为巨兽 并不合理 所以呢 这里有这样的一种 称呼 并不是 基于对晚辈的 晚辈的一种称呼 而是因为 摄利子 尊者已经 断除了烦恼 因此呢 就阿难 称赞他为巨兽 称赞他为巨兽啊 所以这里的 这个巨兽呢 是一种 称赞的称呼 变成一种 称赞的称呼 以上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就是 是出自于 这个 无够有大事的一个新闻的 新经的筑节里面 筑节里面提到 为什么就 这个摄利子 称为巨兽 就是巨兽 接下来呢 是摄利子 又称为摄利佛 梵文叫做 Shariputra Shariputra 这个Butra的意思 是孩子的意思 所以尊者的母亲呢 名为叫做摄利 这个有两种说法 她的母亲叫做摄利 这个意思就是 摆蛇鸟的一个 这个原因有两种 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就是说 她那个母亲啊 她的眼睛就非常的漂亮 所以就像摆蛇鸟一样 所以就取名为摄利 另外一种说法是说 当她怀有这个摄利子的时候 她变得非常的聪明 而且变才无疑 所以就 被人家称为摄利 也就是摆蛇鸟 这个摄利尊者呢 是这个佛陀的最主要的弟子之一 另外一个 另外一位就是 木建林尊者 由于这个摄利子 尊者是佛陀 众多弟子当中呢 这个智慧第一的 智慧number one的一个弟子 所以因此呢 他就自然就成为 这个心经当中呢 就是提问 甚深空性的最佳人选 变了他的最佳人选 他是智慧第一 再来就是成佛威力 成佛威力 这个成佛威力啊 虽然就是指的就是 虽然这个摄利子 是智慧第一 但是呢 就是大乘的深深法义 并不是身为行者 所能理解 所以呢 发问的时候呢 摄利子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而是依靠了佛陀加持的威力 而发问 所以叫做成佛威力 这边的威力呢 指的就是佛陀的 身口义三门的 这三门中的这个义的威力 所谓的这个佛的三密啊 佛的身密 三密指的就是佛陀 佛的身口义嘛 是在佛的身口义 三门当中的这个义的威力 而观音菩萨也是得到了 这样的一个佛陀的加持之后呢 能够 才能够通达 接下来要宣说的 这些叫义力啊 由此可见呢 要接受到这个佛陀的加持之后呢 设立自尊者和观 观自在菩萨就 以问答的方式来对谈 这就是整部这个 波瑞心经当中的正宗分的部分啊 他们两个的 两个人的一个对谈 这部经典的这个直接宣说者啊 是观自在菩萨 并不是佛陀 并不是佛陀 所以就是然而呢 这个 但是呢 这个 这并不代表说 这部经典 就是非佛说的经典 意思就是说 佛说的经典 不一定要他亲口要说 所以不用他从 他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 如果 直接说的话 嗯 所以呢 再来这里呢 就是昨天我们对于这个 大乘的经典啊 所以呢 这个 大乘的经典啊 波瑞体系的这个经典 尤其是这个新经呢 做了一个解释啊 但是呢 呃 这个有可能会就是 也 嗯 衍生出一个问题啊 那就是说 大乘经典 真的是佛说的吗 啊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很多的这个 小乘的学者呢 认为啊 大乘的经典 与教理呢 并非佛说 而是因为这个 龙树菩萨 或者这个 吴卓菩萨所说的 嗯 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 小乘自己的经典啊 经论 以及从历史的事实 而这两个方面来讲解 来解释啊 这个小乘佛教啊 这初期在 早期在这个 有很多非常多的 不派 其中的最主要 最根本的 不派有两个 也就是这个 说一切有部 跟大众部 在说一切有部啊 这个 解释经论的 一部经典当中提到 佛陀 释迦牟尼佛 曾经 对这个出家人说 佛的这个经典可以分成 分成十二种 分别就是 契经 应诵 纪别 奉送 奉送 自说 因缘 本事 本身 方广 稀有 辟语 和论意 这十二种经典 就分 分裂 称为 十二分经 对于这个 十二分经呢 我们 要特别 注意的是什么呢 特别注意的是 这个 方广 所谓的这个 方广指的就是 它的内容 非常的庞大 广泛的意思 同时呢 在另外一个 小乘的这个 根本 部派啊 也就是这个 大众部 在一部这个 制定戒律的经典当中 则是 将这个经典呢 分成九种 刚刚分了十二种 但是现在 它分成九种 说这个 修多罗 企业 就是什么 寿迹 家徒 然后 幽徒呢 如是于 本身 方广和 未曾有 未曾 未曾有 这个 然后呢 这当中 也提到 这个方广 这个部分 这个大众部 所以呢 以上这些内容 当中呢 我们可以发现 小乘呢 就是 各个部派 都主征佛的经典 当 经典中 有一个叫做 方广的一个经典 那这个方广的经典 具体 来说 就是 具体来说 它这个方广的 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个 小乘佛教当中呢 这个 有一部 具有非常 就是权威性的 一个经典 叫做 大皮泼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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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这个 五百位 说一切有部的 阿罗汉尊者 同时编辑而成 这样一部 就是 论典 它有一百句 里面这个 仔细地说明了 公元一 二世纪的时候 这个 印度小乘佛教 各个部派的 这个思想 以及这个 许多大师们的 这样的一个主张 就在这样的一部 这个小乘 就是 供许的 公认的 这样的一个 经典当中呢 就有一段经文 清楚地提到说 邪尊者言 此中 般若 说明方广 就是邪尊者说 此中的这个 这个方广 就是般若 指的就是方广 意思就是方广 就是般若 应该就是这样子 在这里的 这个邪尊者是谁呢 这个邪尊者 他就是一位 说一切有不的 早期的一个大师 据说是这个 马明菩萨的 这个老师 这位这个尊者呢 年纪很大 才会出 才会出 后来就是 年纪很大 才后来就是 年纪很大的时候 才出家的 所以出家之后呢 他就严守 妥妥戒律 我们说这个 武松是叫什么 妥妥吗 妥妥武松 这个水壶传 又想到水壶传里面去 但是这个妥妥跟那个妥妥就不一样了 同样是这个名字 这个妥妥就是一种苦行吧 僧众里面的一种苦行 完全 她是什么呢 完全不躺 不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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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她的这个双鞋呢 也就是这个 腋下 完全不会触碰 传板 她因为 修持这样的一个苦行 所以就被称为 邪尊者 总之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小乘的这个 说一切有不的经典 这个这部经典 说这个 大批婆沙论呢 明确的说到 说一切有不的这个 大师邪尊者认为呢 这个般若经就是方广部 换句话来说的话呢 就是 说一切有不 也就是这个 小乘的佛教啊 支持般若经是属于 方广部的说法 所以呢 就 而且呢 就是前面我们引用的 这些经律 这个律 戒律经典 都谈到这个 方广部是属于 九种 或者就是 这个十二种 经典当中的 其中一种 所以呢 就这样我们就能够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 也就是说 这个小乘自己也认为 大乘的部位经典 就是释迦摩尼佛 所宣说的一个经典 除此之外呢 在小乘部派 佛教的这个 无畏山部啊 传承的经典当中呢 也明确地谈到了这 十波罗蜜 另一个这个小乘的部份 这个说 说 初世部啊 所传承的这个 佛陀传记 大事 有一个佛陀传记 叫做大事 里面也提到了 修行的实地 所以这些内容 其实都是 就是小乘 大乘佛教 特有的这种内容 小乘不会讲什么 就是不会细说什么 叫做 什么这个实地啊 什么实波罗蜜啊 那些 通常不会 细说这些东西 所以肯定 需要一个 就是可能需要一个 一句嘛 不然的话就说不出来 其他还有很多种 就是大乘的佛教 本 就是小乘佛教 本身的这个 经论的依据啊 都可以就是 证明大乘的经典 是佛说的 但是因为 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今天 就不用多说了 再来就是 我们从这个 历史的事实来 看的话呢 就是根据 现代的这个学者们啊 研究和记录 研究与记录啊 我们都知道 这个龙树菩萨 是一位这个 大约出生于 公元150前 50年前后的 这样的一个大师 而目前的这个 目前发现最早的 最早翻译的 这个大乘经典 是大约是 公元179年 是有这个 大肉质 大肉士 国的这个 制称 制称这个意思 从这个 范文里面 范文的这个 波瑞八千颂啊 翻译到中文 然后呢 就是叫做这个 道行波瑞经 所以从这个 时间来看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 断定说 这部波瑞经 也就是这个 道行波瑞经 就是印度啊 流传的时间呢 一定早于这个 这个龙树菩萨 出生的时间啊 所以才会被这个 支撑意识 带来中国 并且就是把它 翻译成中文 所以大乘佛教 是有这个 总之啦 总之呢 就是大乘佛教 有这个龙树菩萨 所创造的这个说法 可能就不可能成立啊 然后呢 就是从以上的 这些经论根据啊 或者这个历史的 事实来看呢 我们就可以 断定说 大乘佛教的经典 与思想 并不是啊 有这个龙树菩萨 等等后代的 这些学者 所创造的 而是佛陀 宣说的一种 法教 虽然呢 但是呢 虽然 就是事实如此啊 但是呢 为什么那些 小乘的很多的 这个论师们 却不相信 大乘经典 是佛陀 宣说的呢 这边呢 可能有 关键的话呢 就是关键的原因 可能有两种 第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 大乘的 义力 极为神庙 神庙 所以呢 一般的小乘子修行 是无法理解 就像昨天所说的啊 就是 所以呢 在这个经典 积极的这个 过程当中呢 就佛陀 祝父给这个 诸大菩萨 我们一起 结集经典啊 结集这个 大乘的经典 所以这个主张呢 在这个 大智都伦等等 这些著作里面呢 就是一 一再地被就是 提到 所以就是 不停地提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定要把这个 大菩萨们 也要参与到其中 不能只是那些 小乘的阿罗汉 他们来接紧 一定要 大菩萨们 一起参与 第二个原因呢 是这个 由于这个 大乘经典的内容啊 体系 非常的庞大 而这个 人道众生的寿命呢 又很有限 记忆力啊 不明锐 所以呢 这个人道众生的 这个寿命与 寿命就是很有限啊 记忆力也不是很明锐 所以呢 就是 所以相对来说的 这个 夜叉和龙族 天人啊 在寿命和记忆上呢 都有很大的 优势 所以呢 这种说法是 大量的这个 大乘经典都 积极的时候呢 就是都是 寄存在 这些众生 们的世界啊 而不是 人道中 所以呢 这个早期的 这个 小乘 不派行者们 并不知道 有 这些经典的存在 这也是非常合理的 其实 在根本说 一切有部的 这个 绿典 经典里面啊 谈到 这个 释迦牟尼佛在 涅槃之前呢 思考着啊 要将这个 佛法 交给谁来保管 然后最后的决定 是由这个 人道的 家设尊者 和天道的四天王 共同保管 所以从这里的 就可以知道啊 小乘的经典当中 也有这个佛 将这个经典 祝福给 天人的记录啊 这个 教父啊 祝福给天人的记录 当时呢 佛为什么呢 就把祝福给这个 一个 人跟天 因为他觉得这个 只是交给 这个天人来保管的话呢 天人就是很放异 他们就很有享受 所以他 他就不管 那法了 我觉得 他很有享受 所以就 太放异 那只是交给人的话呢 人的寿命太短 所以呢 实在没办法 所以只能交给 同时交给 人和天 还有一个就是 在藏传佛教当中呢 有一个 这么一个 有趣的说法 说这个 佛陀元祭之后呢 这个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呢 就想要这个 想要争夺啊 说谁来保管 这个波瑞经典 因此就起了 很大的争吵 最后呢 他们就竟然 开始动手抢夺 动手抢夺啊 然后就 据说呢 这个当时 龙族抢走了 大波瑞经 他们可能也很聪明吧 我也不知道 天人呢 就抢走了 一万八千宋 波瑞两万宋呢 则被 那个人类拿走 还有这个 一万宋呢 是被 阿修罗抢走 最后呢 可怜的 这个多问天王呢 阿修罗抢走 这个只 只能 剪走 那剩下的 最后一步 波瑞巴西斯 他就很可怜了 其实多问天啊 应该很厉害才对啊 怎么可能 先下手 围墙 所以呢 这个佛说的经典呢 非常 所以呢 就是 佛陀的经典呢 就可以 另一种说法是说 这个佛陀的经典呢 可以分成 这个 亲口说 还有叫做 随手说 和加持说 有三种经典 那心经呢 就是 虽然不是佛 亲口所说的 这个经典 但是 却是佛 加持所说的经典 一般来说呢 就是这个 加持说 也可以 分为三种 也就是 身与 一三种 加持说 首先呢 比如这个 十地经呢 就我们的这个 华严经里面的 这个十地品 或者十地经 等等经典呢 就是 身加持说的经典 还有呢 就这个 去阿瑟士 回恨 回恨经 等等的 这个经典呢 是 与加持说的经典 接着呢 这个 义加持说的 这个 义加持说呢 再有 可以分为三种 义加持说 这个 义三模的 加持说 还有一真实力 加持说 和 义本质事业 加持说 有 这么一个 三种 然后呢 首先呢 说这个 心经是属于呢 第一种 也就是 一三模的 加持 加持说 然后呢 据说呢 就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 那边有一个 天谷 有一个谷 是 大谷 一个天谷 它会呢 就自然 有时候会 自然发 发出一些 各种的 法音 有一个天国 它不会常常 因为就 可能那些 天然的根基 不好吧 但是自然 发出一种 法音 这是属于什么呢 这是属于 这个 义真实 义加持说 这也是 佛陀所宣说的 这就是 它的义真实 义加持说 嗯 这也是 就是 师尊的 这个心意 嗯 再来就是 这个 这个 师尊的 这个 叫什么 事业 一本之 事业 加持说 这个呢 就是 它会 就是 师尊的 心意 事业的 这个加持呢 能让那些 夜叉 那些夜叉 等等 这些 众生呢 他们就自然 会宣说 一些 陀螺 你 呃 等等的 这些 许多的 咒语 所以呢 这也属于是 一本质 事业 加持说 或者 一事业 加持说 那么 有这么一个 说法 而再来是 把这个 已经讲解 好了啊 这个 成佛 威力 再来就是 白 圣者 观自在 菩萨 摩赫 约 这句话呢 就是 比较容易 了解啊 所以就不用 做很多的解释 然后呢 至于呢 设立 彼此尊者 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请看下回分解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帐号——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翻、结缘品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丹市中 面对过年回向的诉求 指揮中心挂动过年期间亦将减益转案 提供三大方案让民众来选取 提侍里,无论选择哪一种减益的方案 都要较是尊重逢益的规范 而且要配合相关减者的促试 特别提侦选择10-4 也许7-4方案的民众 等于家里的减益期间 一人一方为完整 工夫里面如果有其他人担当作会 这些人必须要完整煮疫苗34天 而且未能跟减益的人接触做会吃东西 也会尊重机会中心奉益的规定 让我们做会努力